对于王小飞的精神状态,我真的感到非常怀疑 自从他与大S离婚以来,他们公开思过无数次,每一次都毫不留情 大S甚至多次起诉王小飞,造成了很不哑观的局面 10月6日是大S的生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小飞带着他爸爸来到了台湾 而在8日,他们还与大S的妈妈一起外出用餐 王小飞录制了一段视频,在其中称呼大S的妈妈为前招呼娘 并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大S的妈妈也面带笑容地向镜头打招呼,并称呼王小飞的爸爸为汪哥 双方约定后天再见面 王小飞当晚喝酒后再次联系了一位情感博主 向他透露自己对大S仍然怀有爱意,并泄露剧剧夜已经离开了台北 他表示大S身体状况不佳,他无法置之不理 孩子们每天都和他在一起,作为一个女明星,他需要为人爱护 情感博主听到他说他还爱大S的时候,十分震撼,眼睛瞬间放大 王小飞对大S和剧剧夜的婚姻表示,他们该过自己的生活 并且强调与他们有孩子无关 他透露自己不会再与大S复婚,但一直关心他的身体问题 作为前夫,他面临着内心的矛盾 而在节目播出后,王小飞先是表示仍对大S怀有爱意 但随后又传出他与绯闻女友庄思敏以及某位网红参加加年华活动的消息 大S的经纪人回应了关于王小飞连线情感博主所说的剧剧夜跑了 自己还爱大S的事情 经纪人表示,大S与剧剧夜的婚姻非常和睦幸福 并且证实王小飞在离婚后曾多次私下找大S复婚 但都被大S明确拒绝了 经纪人表示,大S坚信他的维权立场 希望王小飞能够不要同时诋毁他和向他施爱 至于S妈和王小飞一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好 这是因为孩子的缘故 再加上王小飞的父亲难得来台湾一次 因此大S想尽地主之意 并呼吁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大家以前对王小飞的性格有所认知 因此对他和大S复婚一事并不感到意外 然而,没想到他在私下里真的多次尝试与大S复婚 网友们对此表示愤怒和失望 纷纷批评王小飞没有担当 并且有人怀疑他是在利用这个机会炒作 张兰的直播间每次都因为王小飞的闹事 而引起人气飙升 这次也不例外 大量网友纷纷涌入张兰的直播间 在屏幕上纷纷刷着要求张兰再生一个孩子的留言 对于这个令人无奈的王小飞 张兰的表情也变得十分难看 张兰对网友进行了回复 他表示人们来到这个世界并非只为了生孩子 而是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他还大赞王小飞是一个善良和有责任心的儿子 对此他感到十分幸福 同时他认为人不应该过于贪心 不能让王小飞喝得太多一面说错话 他自己这辈子从未沾过一滴酒 除了引起张兰再生一个孩子的话题外 还有很多网友对王小飞进行了逆子的指责 对于这些指责 张兰感到非常不满 他认为逆子具有社会危害性 经常惹是生非 破坏公共秩序 而孝子则为社会做出贡献 王小飞每次都伸出援助之手 并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 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行动上 人们都称赞他是个孝子 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 张兰毫无保留的溺爱和维护 风波平息后 王小飞再次亮相张兰的直播间 并送上了一份欢乐盛会 这让张兰非常激动 他还向王小飞喊话 鼓励他继续加油 王小飞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言语 一方面 虽然他声称爱着大S 却多次出轨 另一方面 尽管离婚后仍声称对大S有感情 却频繁传出与绯闻女友的消息 他们时而撕撤彼此 时而又和好如初 甚至公开互相指责 紧接着又向一家人般和谐 他们的言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 这出连续剧似乎还可以继续演下去 大S和王小飞的婚姻经历了多次反转 王小飞的妈妈张兰也多次公开叫骂大S 10月9日凌晨 王小飞连线情感博主 自曝大S和聚聚业并没有一起住 她的身体不好 我希望能够和她复合 一起照顾孩子 王小飞当事人竟然还心心念念着她的前妻 据她透露 他们的离婚全是因为律师的挑拨 否则她不会和她闹到这么难堪 王小飞深情表白 我还是深爱她 她是我最爱的女人 她前几天甚至带着父亲为了妻子而奔赴台湾 这通深夜告白让无数网友震惊 王小飞近一个月没有更新微博了 但她并没有停止分享 只是换了个平台 与她妈妈张兰一起开始玩直播 10月6日 大S徐希苑过了47岁生日 正是那天 王小飞发布了一些视频 视频的IP显示为台湾 除了她和她父亲 视频中还出现了一位中年女性 及大S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前张母娘 王小飞在视频中看起来异常开心 笑容满面 完全不像以往的不情不愿 而与她开心的样子相比 王小飞的父亲虽然也笑得很勉强 张兰曾多次公开谩骂大S的家人 许多人都认为 这两个家庭再次碰面一定会水火不容 然而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和睦相处 王小飞一见到大S的母亲就亲切地打招呼 并称呼她为前张母娘 她还扭头对父亲说 都四年没见了 你也赶快打招呼 大S的母亲满脸笑容地回应 王哥也太客气了 不得不说 大S的妈妈虽然年纪大了 但在脸皮方面绝对超过常人 穿着嫩黄色裙装的大S的妈妈一开口 就自然地和王府搭肩说话 站得离她很近 这种情境的姿态 让王府尴尬得无话可说 只能勉强微笑 王府的尴尬几乎要一出屏幕 但王小飞完全不在意 继续与前张母娘亲切交流 许多网友都开始怀疑 王小飞的精神状态了 这段视频反转多次 前缘难续 2011年 大S和王小飞这对京城名人结婚了 然而婚礼现场却出现了许多问题 让人们觉得 这预示着两人未来会有许多波折 果然 大S为了生孩子 放弃了多年的素食和健肥 导致身材发福 但也因此迎来了两个宝宝 当很多人都相信他们是真爱时 2021年 两人却离婚了 大S迅速与他的初恋 聚俊业结婚 之后又开始起诉王小飞 不支付孩子的生活费 王小飞先是晒出了离婚后 大S仍然花费巨大的证据 接着曝光 大S和聚俊业仍然住在他买的房子里 睡在他买的床垫上 王小飞近日对外披露 聚俊业的贫困生活 没有房 没有存款 全都靠大S抚养 而大S则依靠王小飞生活 这条消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王小飞在微博上宣称 要将床垫扛回家中 不让聚俊业等人再睡 大S随后将床垫邮寄回北京 但被检测为假货 王小飞为此真的跑到台湾 将床垫扛回来 并当着记者的面销毁 最后 两人多次为孩子产生争执 张岚多次在直播间中 表示骂大S一家无耻 然而外界认为这种状态已经十分剧烈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今年4月份 王小飞为了孩子的生日 对前丈母娘进行恭维 但从她对待大S母亲的态度来看 王小飞对大S始终念念不忘 而大S的经纪人多次在台湾表示 王小飞多次跑到台湾要求复合 但都被大S拒绝 在5-6月份 无数媒体爆出大S瘫痪的消息 王小飞也终于将儿女接回北京 张岚在今年黄子角爆料大S小S吸毒的时候 在直播间播放好日子庆祝 尽管在网友攻击大S吸毒的时候 王小飞多次在网上为大S解释 但今天凌晨 他直言我对他不是可怜 是爱 他认为光头已经离开台湾 而他认为虚弱善良的前妻非常需要关爱 他也非常期待再续前缘 他在十一假期带着父亲去台湾的时候 有网友问张岚的看法 张岚却替儿子辩解 我不会生气 这说明我儿子是一个有大爱的人 尽管母亲天天不敢休息地直播卖酸辣粉 儿子却天天恋爱 愿意为妻子支付一切 关于今天凌晨 王小飞在全网的深情告白 张岚的心情目前尚不得知 这谁敢相信 2023年都快结束了 大S王小飞的相关剧集还能有更新 短短两个月前 前儿媳大S和前婆婆张岚 还在互联网上互给律师函 结果现在 前夫王小飞带着亲爹跑台湾 给前妻大S庆生去了 大S出没出现咱不知道 但王小飞晒了自己亲爹 和前丈母娘勾件搭背 喜笑颜开的视频 真有意思 在咱小老百姓看来 亲家之间倒也不必这么亲密吧 何况还是前亲家 可这家子不走寻常路啊 不是我们龌龊 王八和S妈之间确实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 还记得不久前 张岚把俩孙子接回北京那事儿吧 当时张岚在直播间就公开了自己的策略派一个王八过去 因为觉得S妈会买王八面子 网友调侃这是何亲啊 结果张岚还真给了回应 别说汪大爷去和亲啊 真要是我给出嫁妆 随后又接连报了几个小故事 说十年前S妈就看上汪霸了 俩人在北京见面 又是去吃烤鸭 又是一块走玻璃桥 然后呢 又说S妈和翘江南台湾店的店长员工为汪霸争吃醋 当然张岚为了卖酸辣粉和流量 嘴里有几句屎话咱都懂 但后来还真给网友扒出汪霸给S妈送过旗袍 还是让设计师从沈阳飞北京量身定制的 更有意思的是 这是S妈也认过 说很早之前大S就撮合过汪霸和她 666啊 虽然有点突破想象力 但也不违法 毕竟汪霸汪霸81年结婚 但87年纠纷了 这段婚姻也是张岚主动争取的 上世纪80年代未婚先孕 结果汪小飞都出生了 汪霸还在那边和初恋藕断丝连 则汪霸这魅力岂金不减啊 有意思的是 大S生日主角却完全没露面 除了这汪霸S妈一同亲密合影 就是妹妹小S露着二女儿发自拍 说一家子聚餐 网友还在猜 是不是这顿家业人员太复杂 所以不宜公开晒涨 潜伏现任 起码前公公其乐融融欢聚一堂 着实难以想象 但昨晚 王小飞又亲自给网友送大瓜了 在和某男网红连线时 他大爆剧剧也不在台湾 大S身体不好 还说大S是自己前妻 自己对他还有感情 当网红问他对大S是爱还是可怜时 王小飞斩钉截铁来了一个爱子 网红一脸猛逼提醒 人家和光头结婚了啊 结果王小飞霸气侧漏的来了一句 那就不能复婚了啊 王小飞火速回应 我也没想着复婚啊 不愧是他 你看不懂的王小飞 面对王小飞的一通输出 男网红来了这么一句 讲真 要不是互联网友记忆 我还真信了 不会都忘了大小恋 怎么焚崩离析的吧 他先出轨的啊 当年跟张盈盈狂发 送大钻戒生小baby 的确实是他吧 咋现在好意思 装蠢爱战士 舔着脸在网上说 还爱前妻 而更值得玩威的是 前脚说完还爱大S 后脚就跑去给绯闻女友庄思敏 和女网红的直播间刷嘉年华 咋的 这一出狗血大剧 不会实在被战双十一吧 为了把酸辣粉卖出去 也是很拼啊 今天下午 大S经纪人也坐不住回应了 说了四点 要王小飞多次求复合 但都被大S拒绝了 二剧俊叶没有跑 十月还要在台北开画展 散王八来台 S妈不过是禁地主之意 不要过分解读 虽然王小飞不要一边诽谤 一边示爱 字字吭枪 一下子把王小飞这几天的所作所为 打成一场笑话 不过就也蛮好奇 这一两年 不管大事小事 几乎都是大S审别人发声 他自己妈完全不露脸 顶多也是在网络上 发发律师函和方方狠话 万能的狗仔 竟然连他的照片都没有拍到过一张 房间流传着他各种传闻 身体不好 卧病在床 身影十个月畏惧俊也悄悄生娃 没有工作考吃老本和拿山羊费度日 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着实让人好奇 感觉这娱乐圈版一难忘 不会那么快完结 吃瓜群众搓热小手手 坐等下一集吧 自从大S和王小飞离婚后 两人在互联网上就吵得你死我活 把对方的底裤都扒了下来 按道理来说 闹成这副模样 应该是仇人才对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前脚踩在互联网上诋毁过前妻大S 后脚又深夜连迈情感主播说自己的心里其实一直放不下大S 如果说大S在离婚后没有再婚的话 王小飞这样说还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两人才刚离婚 大S就和初恋睡在了一起 莫非说王小飞真的一点都不介意吗 还有人说当时的大S其实在婚内就已经给王小飞戴了绿帽子 最重要的是两人在离婚后大S的所作所为真的是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明明和王小飞也相爱了这么多年 但是在分开之后 他却没有留一点情面给王小飞 不仅不让王小飞去看他的孩子 甚至还拿着王小飞赚的钱供自己和光头逍遥快活 别说是王小飞的母亲了 许多网友听到这句话都在怒气不争 觉得王小飞实在是太离谱了 那么还是说心里真的一直放不下大S 大S针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有究竟是怎样 莫非说两人在未来真的会和好吗 普思多年心里还爱着前妻 娱乐圈的分分合合确实很多 但像大S和王小飞这样的还真的是极其罕见 要知道在两人离婚之后 更让人感到过分的是 两人离婚没多久 大S就立马和自己所谓的初恋领争结婚了 真不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为前夫王小飞想一下 这样做实在是让他太尴尬了 当时网上就有不少声音说 大S估计在婚内就已经做了 对不起王小飞的事情 两人也不断的在互联网上大吵大闹 对于大S这个儿媳妇 张兰乃是格外的不满 实在是看到他给自己生了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 所以他才没有对大S赶尽杀绝 两人之间的事情 在互联网上将近吵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直到最近这两个月 两人才消停下来 本以为双方都已经彻底撕破脸皮了 但王小飞在深夜和情感主播连线时所说的话 直接就把网友给震惊了 没想到王小飞还真是一个大情种 不少网友觉得这话要传到张兰耳朵里 估计他都想重新生一个了 当时在直播连迈的时候 王小飞主动提到了大S 说现在的大S过得并不是很好 自己是很心疼的 还表示他现在已经不在台北地区了 很有可能就是看到大S身体不好 不愿意照顾 干脆就选择了跑路 王小飞还表示 现在孩子一直是自己在照顾 而大S昏成这副模样 也是自己不愿意看到的 话里话歪的意思 就是希望自己去照顾大S 想和大S重归于好 一家厮口再生活在一起 心疼前妻早与网友过于震惊 当王小飞说了这样的话后 和他连线的这一个情感主播一下子都蒙了 毕竟两人在之前在互联网上 那可是水火不容的 互抱对方的黑两 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 怎么现在就突然走情感路线了 缓了一会儿后 这个主播表示 这时候的王小飞还没等主播把话说完 就直接表示 大S值得被人照顾 我觉得他肯定需要的 对面的主播很显然也不知道 王小飞这一出究竟在干什么 然后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王小飞甚至都没有思考 直接脱口而出自己很爱大S 当王小飞说了这样的话后 直播间的人数也是疯狂的上涨 想要看看他究竟在干什么 王小飞还表示 自己和大S的爱恨情仇 压根就和大S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大S背后的律师团队想要搞垮自己 大S没有这个想法 但问题是 如果这一些律师团队没有得到大S的认可 他们又怎么敢这样做呢 这个问题作为吃瓜网友的我们都很清楚 但王小飞似乎就是不愿意面对 刚开始这一名情感播主 看到王小飞说了这样的话后 他也在劝他 毕竟现在的大S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两人就算是和好 中间也有隔阂 但王小飞就不断地给这一个情感主播洗脑 说看到劝不了王小飞 这一个主播只能放弃 让王小飞自己去想清楚这其中的离合璧 直播间的这一些网友也直接炸掉了 要知道 就拿孩子来说 王小飞想要把孩子接到北京居住 一会大S甚至还要他写保证书 要知道 这可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他又会对孩子做什么事呢 是真爱 还是想故意炒作薄流量 大S这样的操作 真的是让人感到迷惑 还有不少网友质疑 王小飞究竟是多么的缺爱 大S都已经把他伤得遍体鳞伤了 结果他的心还在大S身上 就在前几个月的时候 还有网友拍到王小飞和母亲 还有另外一名女子 一起去到日本吃饭的照片 照片里边的这一个女子 论长相也不比大S要差 但王小飞似乎对其他女性都没有任何兴趣 她的心始终停留在大S身上 不少网友都开始心疼王小飞的母亲张兰 许多网友直接来到了她的评论区 让她放弃王小飞 再去生一个德了 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 王小飞这一个操作 让无数网友都接受不了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觉得 王小飞肯定是喝多了酒精上头 才说出这样的话 毕竟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王小飞第一次做了 有一次在喝醉酒后 她也是深夜求爱张盈盈 结果这段感情没有持续多久 就直接被棒打鸳鸯了 因为王小飞的母亲接受不了这样一个女人 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女方进行回应网友直呼招数太高明 当时的张盈盈也直接在网络上表示 王小飞实在是一个妈宝男 自己接受不了和这样的男人谈恋爱 而且从直播状态来看的话 但也有网友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就在前段时间 王小飞似乎还和大S的母亲见面了 双方一起在台北地区聚餐 视频里边的气氛并没有网上所说的那么紧张 如果说大S的母亲真的很讨厌王小飞的话 或许就不会来赴约了 看到这种种迹象 许多网友都觉得现在的王小飞又有想法 要把前妻给追回来 就在绝大多数网友往这个方向想的时候 王小飞又做出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让不少观众都觉得 这一次的他估计是想炒作 把流量躲到自己身上 因为当时的王小飞才说完 自己心里边爱着前妻 结果没多久 他就跑到了另外一个女性的直播间 开始疯狂刷礼物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 张兰的直播间人气也爆满 人们都想来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张兰非常的聪明 对于这样的事情 他并没有进行回应 或许是想让热度再飞几天 只不过就在这时候 王小飞是爱不到24小时 就被大S打脸 大S通过经纪人透露出来了一件事 那就是你觉得王小飞和大S之后还有和好的可能吗 王小飞和大S已经分开两年了 本来应该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 除了互相攻击 他们还在打官司 可以说他们之间火药味十足 然而近日王小飞的举动再次令网友们震惊 在与知名情感主播管理心连线时 他透露自己不仅不恨大S 还想要夺回他 希望能和他复婚 坦言自己依然爱着他 王小飞在直播中表示 大S最近身体不好 需要有人照顾 他非常担心他的状况 光头剧剧也已经离开了 所以无论如何 大S是他的前妻 他不会放弃他 接着王小飞表示 他并不可怜大S 而是真心爱他 这番言论让大家感到意外 王小飞简直是个恋爱脑 即使收尽虐待 对大S的爱依然没有减少 不过一位博主提醒王小飞 你的爱也许大S现在并不需要 果然10月9日晚上 大S的经纪人廖韦琪回应了这件事情 称王小飞离婚后 多次请求大S复婚 但被大S徐希怨明确拒绝 至于王小飞说光头跑了 不在台北的事情 经纪人也做出了回应 称徐希怨和欧巴聚聚也婚姻幸福和睦 还透露聚聚也将在10月中旬办画展 大S的经纪人的回应 可以说是对王小飞之前的爆料的打脸 但从多次请求复婚这一点来看 王小飞确实依然爱着大S 最后王小飞再次开直播 骂大S的经纪人挑拨离间 揭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大S的经纪人回应后 王小飞于10月9日晚上又开启了直播 首先是和他妈妈张篮连线 揭示了为什么他突然关心大S 他说大S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张篮打断王小飞 告诉他不要多说 好好做事业 一切都会好起来 收点委屈也不算什么 和张篮通话后 王小飞继续讲述整个事情的经过 他还痛骂大S的经纪人和律师 称他们的人品不行 经纪人没有资格评判自己 最后王小飞称大S是他两个孩子的妈妈 他关心一下孩子的妈妈没有问题 如果大S遇到任何不幸 他也会过不去心理 虽然王小飞的回应听起来有些道理 但是大部分网友认为 虽然大S是他孩子的妈妈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离婚了 而且大S和聚聚业组成了新的家庭 如果大S身体不好 聚聚业会关心他 王小飞已经是个外人了 更重要的是 你对他人的关心并不被接受 所以请不要自作多情 实际上在此之前 王小飞已经做了很多令人困惑的事情 尤其是与母亲张兰之间的矛盾 每当王小飞受到委屈时 张兰总是站出来为他出头 痛骂大S一家 然而王小飞却每次都向大S道歉 并背后背叛了张兰 称他的观点不代表自己 张兰一直对张盈盈持不喜欢的态度 一直告诉王小飞要清醒点 不要被洗脑 不要被算计 但是王小飞就是停不进去 最后结果是两败俱伤 在张兰和大S的妈妈黄春梅 最矛盾的时候 王小飞跑去台湾和丈母娘一起吃饭 而在国庆节期间 王小飞还带着亲爸衣 我去台湾和丈母娘一起吃饭